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只吃周围续养和种植的动植物 您能够做到吗 那么本地就有这样的土食一族 稍后的善方宝剑要告诉您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还有中国山西省等地出现了 由合成树脂等材料制成的塑料夹米 据传闻最近这一种米是流入了邻国马来西亚 引发了不找民众的担忧 稍后的纸上风云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马国媒体的报道 那么在新闻一开始 我们首先先来关注 东南亚难民的问题又有了新的进展 在缅甸和各国还在商讨 如何解决难民危机的时候 菲律宾明确表态 愿意收留3000个难民 菲律宾是联合国难民公约的签署国 过去一个星期 印度尼西亚渔民从海上救起了 700多名孟加拉和罗兴亚难民 使得临时避难所的难民人数增加到了1500人 亚齐当局呼吁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 协助解决难民问题 另外据报道 一艘两天之前 分别被泰国和马来西亚 推向公海的难民船下落不明 人权组织表示 船上再有300人生死未捕 在这同时被泰国警方通缉的人舌集团头目 帕祖班又名科东的男子 星期一在首都曼谷向警方自首 但是他否认走私人口等所有的指控 科东曾经是泰南沙敦府的高官 泰国目前共逮捕了29名人舌集团的嫌犯 另外35人仍然在逃 而被指引发难民潮的缅甸政府 在表态将会采取行动之后 缅甸反对党领袖 翁山书之所领导的政党 也开始呼吁政府 让罗兴亚人领取身份证成为公民 欧洲同样面对难民的问题 欧盟外长和防长会议决定 成立一支海上部队 从下个月起 在地中海所有前所 展开前所未有的联合海上行动 来打击人口走私活动 这支海军部队 将向情况最严重的 利比亚沿海地区派遣战舰和侦察机 收集偷渡船只的信息 搜查和扣押偷渡船只 并且在偷渡船只启程之前 就摧毁他们 不过欧盟的海上部队 要在利比亚水域摧毁偷渡船只 还需要得到联合国决议的授权 在接下来几个星期 欧盟将争取在联合国通过相关的决议 而在西班牙 警方逮捕了五名企图强迫一个 摩洛哥难民卖肾的嫌犯 警方表示 这个男性难民在和器官走私团伙 谈好价钱做健康检查时 又试图脱身 却遭到绑架 嫌犯还威胁 如果不完成这桩交易 将会杀死他 不过在西班牙全国器官移植组织 报警之后 警方及时解救出了受害者 把视线拉回本地 国家环境局将展开两年的试验计划 在本地两个小贩中心 安装食物垃圾处理器 测试在小贩中心进行 厨余的分类和再循环 是不是可行 进行试验计划的两个小贩中心 分别是中巴鲁和红帽桥 第628座的小贩中心 环境局昨天展开招标活动 并预计会在今年第四季 推行试验计划 得标的公司必须提供 两台食物垃圾处理器 将小贩中心的食物垃圾 再循环 转换成为水或者是肥料 通过这个方法 小贩中心每天所制造的食物废料 有望减少至少九成 得标公司也必须为摊贩提供培训 教导他们如何妥善 将丢弃的食物垃圾进行分类 巴西利第三通道 上个星期六发生了涉及一辆轿车 和一辆德式的交通事故 69岁的德式司机 宋院后昨天宣告不至 惊险的车祸经过全程被白沙榜额集选区议员 在那车内的电眼拍下 视频当中 在那乘坐的车子正在行驶当中 右边车道先是有一辆黑色轿车驶过 随后一辆德式突然出现 快速行驶 并且撞上了前方的轿车 两辆车子同时失控 德式还撞上了路中央的一棵树 车祸导致三人受伤 其中德式司机的头部受伤 呼吸困难 昨天伤重不治 德式司机逝世的消息 其实是在那在Facebook上面透露的 他说接到这一消息之后 感到很伤心 在那也透露 全国职工总会将会尽全力 帮助死者家属 有人被指 假借东运会和职业介绍所的名义 招聘临时工 涉嫌骗取报名费 涉及的款额大约有两千元 有五十多人报案说自己受骗 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那么东运会主办方告诉本台 并没有雇佣招聘公司聘请临时员工 我们来看记者李嘉宜的报道 向警员报案的五十多人 介于十六到四十五岁 他们在早上十点左右聚集乔北路 他们指一名自称Karim Amin的男子 说可以为他们介绍东运会临时工 并约好他们在乔北路TCC职业介绍所外会面 他们之前每人缴付了三十五元的报名费 有人等了三个小时人不见男子踪影决定报警 自称Karim Amin的男子在WhatsApp中透露 自己是Recruit First招聘公司的助理经理 之后他通知申请者到TCC招聘公司接受培训 记者向两家公司查问 他们都表示没有这个人 根据我们的那个系统 他并不是我们人工 因为我们的系统里面并没有这个人的名字 所以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会用我们的公司名义 骗取公众的钱 TCC招聘公司已向警方报案 Recruit First则不愿置评 警方还在盗查这起案件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 要创造良好的服务文化 我们的焦点通常都放在企业和员工身上 李选龙总理就希望在接下来的十年之内 新加坡人也能够争取成为好的顾客 李总理是在星期一晚间 在新加坡卓越服务奖颁奖典礼上致辞时 指出这一点 他强调人们如何对待彼此 就说明了我们是一个怎样的社会 他希望接下来十年里 我们除了提升企业和员工的素质 也致力于成为好顾客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国人会更开心 社会也会更好 今年共有七家机构和个人 获得卓越服务奖 适逢优越服务计划推行十周年 总理表示 很庆幸我国过去十年 在服务方面取得了进展 但他也指出 我们距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但我们也能学习从香港和其他人 和改变我们的服务业 来做得更好 而在做这些 大家都有一个角色 李总理也在会上 为新服务愿景 全民为服务 服务为全民 主持推介仪式 在香港 卖猪肉的小贩 也要提高技能 改换形象 稍后的纸杀风云 带您了解 这是怎么一回事 欢迎您回到八频道 陈光第一线 马上进入纸上风云 来看一看各地报章 都有什么主要新闻 首先先来关心邻国 马来西亚网络 盛传由合成树脂等材料 制成的塑料甲米 已经流入到马来西亚 和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区域国家 这引发了不少民众的担忧 根据星州日报 和英文媒体星报的报道 原本在中国山西省 等地出现的甲米 据传闻最近是流入了马国 不过当地的米粮批发商工会表示 没有在市场上 发现甲米的踪迹 而政府官员也说 目前还不能够确定 有关甲米的消息是否属实 但是政府不会掉以轻心 将会在全国展开彻底的调查 据报道 Facebook等一些社交网站上 流传的消息说 甲米是由马铃薯 番薯 还有合成树脂制造而成 这让它在煮熟之后 也是能够保持一定的硬度 那么从网上流传的视频来看 单从外观 还真的是很难分清 真米和甲米 但是甲米在煮熟过后 会浮出一层类似塑胶 而且能够被火点燃的物质 专家警告 这种甲米吃下肚 可能会严重地损害消化系统 甚至是有致命的危险 无良商家赚黑心钱 使得市场上的假货是层出不求 甲米会吃坏肚子 而出售甲文聘 则同样是会毁人前程 害人不浅 那么美国的纽约时报 就揭露了一家号称是 巴基斯坦最大软件出口商的公司 进行了一条龙的造假服务 从在网上设立虚构的大专院校 招揽全球各地的学生 到公开售卖假文凭 估计每年的步伐收入 高达几千万美元 据报道 这家公司可以说 在网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 山寨版的教育王国 创建了三百多个网页 来宣传凭空捏造出来的 各种假大学 而这些大学的校名 和一些知名的学府相似 能够以假乱真 我们来看图片中这一所大学 就和著名的伯克利大学 只差了一个字母一 稍不留意就会上当 那么这一些假的山寨大学 推出土木工程 护理等数十个有名无实的 网上课程 额骗各地的网民 不仅如此 假大学还获得了所谓的 国际权威机构的认证 只不过连这些认证机构 也都是编造出来的 随着科技的发展 越来越多求学向上的人 选择网络个程 根据美国媒体早前的报道 单单是在美国 去年报读 至少一个网上课程的人 就超过了520万 比当地接受高等教育的 整体人数还要多 不过提供网上课程的机构 是良有不齐 很多都没有经过 政府机构的认证 出售虚假文凭牟利的案件 也更是层出不穷 那么有什么办法 来辨别真假学校呢 我们来看一看 香港《明报》 列出的几个要点 那么以美国为例 知名学府呢 会获得咨询机构 Education USA的推荐 另外呢 凡是美国教育部认可的 大学和研究机构呢 它的网址链接 都会使用到 EDU的域名 还有就是可以到 教育部的网站 进行查询 另外一方面 中国的山寨大学问题 同样非常严重 当地媒体曝光了 210所虚假大学的名单 他们没有办学的资格 但是呢 涉嫌通过非法招生 和网络来进行讹骗 这些大学的一个特点呢 也同样是在名字上面 耍花招 往往故意取和正规的 高校相似的名字 来混淆视听 比如说呢 中原工学院 是受到政府认可的学府 而中原工业大学 是山寨版的学校 可是呢 名字听起来 反而是更吸引人 最后我们来看 随着时代发展 一些传统行业 是面对后继乏人的窘境 那么要怎么应对呢 香港的肉类行业呢 它的做法 或许是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来看香港明报的报道 在香港提起猪肉老 牛肉老 也就是切肉卖肉的人 恐怕是没有什么人会喜欢 业界呢 就希望把这个职业的名称 改为肉类分割技术源 再来开盘专业的培训课程 从而提高行业的整体形象 接着我们来关注股市动态 美国隔夜股市上扬 道琼斯工商指数 和标准普尔500指数 都创下历史新高 欧洲股市回谈 本地股市方面 海峡时报指数 昨天微跌3.53点 币市报3459.57点 在个股方面 海指成分股星河的股价 下滑1分 币市报4块2毛6分 星业证券在研究报告当中指出 星河第一季的业绩不如市场预期 它的手机业务营收疲弱 宽带业务又面对激烈的竞争 股价进一步上扬的空间不大 因此分析师维持中性评级 目标价下调到4块 联昌国际 维持星河的持有评级 目标价下调到4块3毛半 分析师指出 鉴于高资本支出 预期从今年到2017年 星河都不会增加美股派息 和特别股息 另外华侨投资研究 同样维持持有的评级 目标价是4块1毛7 最后来看今早刚开盘的股市情况 当一个土食一族 只吃周围续养和种植的动植物 能够带来什么好处呢 又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广告之后的《善方宝剑》 我们一起去了解 感谢您锁定八频道 陈光第一线 不知道现在您是不是 正在享用早餐呢 那么在吃的同时 有没有留意到 餐桌上食物的来源呢 今天的《善方宝剑》 要带您了解土食这个风气 所谓的土食一族呢 指的就是对食物来源要求 非常严格的人 他们在追求的呢 是只吃在自己周围种植的植物 还有续养的动物 那这背后的原因呢 就是想要减少运输方面 所消耗的能源 而且呢 食物不必长途运输的话呢 也就不需要使用各种的 化学防腐剂来保鲜 这样做呢 既环保又保健 这种风潮呢 是从美国开始流行的 那么这几年来呢 扩展到了世界各地 不过大家也知道 在本地销售的食物呢 都是以进口为主 在小小的新加坡 我们能够做一个土食族吗 一般的土食指标 是建议把自己家 方圆160公里之内的范围 作为一个大概的指导方针 也就是说 尽量选择在这个范围内 种植需养的食物 不过当然也可以依照 自己的环境和需求 做出调整 要做土食族 最直接的一个方法 就是亲自种菜 蓝颖文 就是因为要女儿吃得更健康 才开始尝试自己种菜 虽然不能完全靠 自己种的菜 来准备每天的三餐 不过全家是非常支持 土食人精神 真正的自己来种菜的时候 其实是差不多四年前的事 因为当时我三岁的女儿 她得了肺炎 我们也不了解 为什么她得肺炎 她好了之后 十个月之内 她又得第二次的肺炎 这次她很严重 后来医生才让我们了解到 她其实对食物的染色 有一个敏感 我就很想了解 为什么这食物染色 是一个很普遍的东西 我想知道 为什么她可以让我的女儿 几乎没有性命 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研究 去了解 我才真正的发现到 为了赚钱 这个农业 其实是下了很多不好的功夫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 想要给她一个很健康的身体 我自己就学会去种菜 这四年来 她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研究怎样种菜 很多方法 就是在网上 真的是有看YouTube videos 也有参加很多组织 就是现在很多这种 都市农业组织 那从中了解一些学问 可是最重要还是 自己要有那个兴趣 去阅读啦 去跟这方面的 就是农夫们交谈 所以我就从中学到很多种菜的道理 和它的规则 她说女儿现在健康多了 而她自己也从这个经验中 得到了做生意的概念 开办网店 售卖有机种子 泥土 各种器具 还有在部落格上 分享一些种菜的心得 希望能够鼓励更多都市人 也来亲手种菜 我觉得新加坡人 可能对泥土还蛮怕怕的 觉得种菜是个很肮脏的事情 可是这是最好的运动啊 手摸到泥土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魔术的感觉 就好像跟大自然 有一个connection 一个接触 我其实觉得新加坡人很喜欢快的东西 吃快餐 去超级市场 买菜就可以回家立刻煮了 可是我们其实没有了解 它背后的故事 你买了那包菜 其实那包菜后面的故事是什么呢 你的农夫是谁 他喷了怎样的农药 他怎么对待这颗菜 你放在你身体里面的东西 你不想知道吗 要做土食人除了亲手种菜 也可以尝试采集周围的植物 那么这听起来 在高度城市化的新加坡 好像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不过呢 引文告诉我们 其实呢 这个城市里依然是有比较荒野的地方 很适合采集植物 它在新加坡北部呢 就租了一片地来种菜 周围呢 就有很多可以采集的野生植物 不过呢 农药局建议采集野生植物 最好不要单靠网上的资料 因为不是每一个相关的网站 都会提供全面的资讯 比如说呢 有一些植物的某些部位是可以吃的 不过呢 其他的部位呢 可能就会有毒 所以呢 真的是要尝试的话呢 你一定要小心 这个远离城市喧嚣的角落 一眼望去 还可能真的猜不出是新加坡 在这里散步 只要眼睛雪亮 对植物有点认识的话 还可以找到宝 比如说 有香蕉树 这棵是安树 它的叶子就是五尾熊爱吃的 人不能吃 不过可以享受叶子的油脂的香味 这个就是未成熟的龙珠果 你知不知道 它是一种仙人长类呢 这里还有小辣椒 这些漂亮的小花 就是用来泡茶的柑橘了 清洗一下 把精拔掉 就能用来泡一杯 带点甘甜的柑橘茶了 尹文说 要采集野生植物来吃 一定要特别小心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不敢把它采下来吃的 我就经过它会觉得 这颗 这颗东西很有趣 那我就回去上网查询它 可能会形容它的形状 它的颜色 然后才了解它其实可以吃的 可能有些东西我们不了解 它是可以吃的 可是在外国已经有人把它拿来吃过 它是没有毒的 而且可能有营养成分 或者是有 在医药上可以帮助你 某某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就会 先看 先看 先查 然后再去采它来吃 他认为采集食物是一种学问 学习认植物这个过程 其实比用它来烹饪 还有乐趣 因为大家都以为新加坡 因为大家都以为新加坡 很少可以吃的植物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 只是说 可能我们因为不了解它 所以经过的时候也不会去 再想要把它采下来吃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晨光第一线》 也欢迎您浏览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以及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蒋焕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